美国联合航空公司8月27日宣布,在没有美国政府进一步援助的情况下,将在今年裁员2850名飞行员,约占总数的21%。 该公司正准备迎来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飞行员裁员。 受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对航空旅行的毁灭性影响,航空公司已要求美国政府再拨款250亿美元用于支付员工工资直到明年3月。 第一部分禁止在10月1日前进行任何裁员,该条款将于9月底到期,但是由于国会难以就更广泛的新冠病毒援助方案达成协议,华盛顿的谈判陷入停滞。 美联航计划裁员的时间将在10月1日到11月30日之间。 这一数字将大大高于其竞争对手达美航空和美国航空。 美联航在发给员工的备忘录中公布了裁员计划,并与媒体分享了这一消息。 面对未来几年不断萎缩的航空业,航空公司通常会通过提供提前退休或者自愿离职协议来减少被迫裁员的数量。 但一些航空公司的一篮子计划比其他公司更具吸引力。 代表美联航1.3万名飞行员的工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虽然其他航空公司选择通过自愿方式减少人力, 但是令人悲哀的是,美联航限制了我们飞行员的选择范围, 反而比我们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的让飞行员失业。 美联航表示,这一数字是根据今年剩余时间的旅行需求和预计的飞行时间表得出的。 美联航表示,随着新冠病毒在美国各地的复苏,飞行时间表仍在变化。 总部位于芝加哥的美联航比同航更容易受到国际旅行的影响, 预计从疫情中恢复元气需要更长的时间。